到現在我想如果要大家解決這一類6的x次方等於8 這一類問題相信大家應該沒什麼難度了 不會難度大家 這個就是Log的用處 我們講過Log 就用來幫助我們解決這一類問題 這一條的答案就是x等於Log 6仔底8 就是這樣 然後把這個答案披下去 6的Log 6仔底8就等於8 很簡單 這次要講的就是我們解決了這個指數的問題 其實底數我們可以披什麼數字都可以 這次就集中講1的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e 那在說ex等於8的話 那究竟x是什麼呢 那如果不知道e是什麼的朋友 那就要看回頭 之前講過e是什麼的那一集 那e呢 現在很簡單告訴大家 它就是等於一個很無厘頭的數字 就是2.718281828 那樣 約毛 那詳細有什麼用呢 那就要看回e那一集 那至於這一條的答案 當然不會難度大家 我們可以寫到跟回定義 就是對上面這樣看 x 理所當然就是等於Log 的e仔底 然後上面寫個8 OK 那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 這個Log E仔底 那些人發覺呢 在很多的情況 很多很多 很多 在很多的情況 跟e一樣 由於涉及到一些時間的計算 整天都會出現到的 那 所以 它的逆運算 就是要找回這個x是什麼 那同樣地 這個東西呢 都整天會出現的 不知道為什麼整天都會出現 那所以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來給它更多一個新名 那 就叫做LN 那 所以 這一塊東西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 只不過是換了形式表達而已 它其實的意思都是Log E仔底 那這一塊東西呢 我們可以寫到 LN8 其他的東西呢 就一模一樣的 那 你只要把這一塊東西呢 代入去 代入去這個x 那 一樣就會計算出這個答案而已 那 那 這次說的東西就是這麼簡單的 LogE仔底 就是叫做LN這個東西了 那至於 由於 它只不過是 換了一個形式而已 就是所有LogE仔底x 那我們可以叫做LNx 那 它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形式 去表達這一塊東西而已 那 所以呢 我們 上一集 學過的LogE仔底x 就全部都可以Api 也 即是有 LN 欸 A的B次方 那就等於 B LNA 那 而 LN AB 那就等於 LNA 加LN B 再有LNA OF B 那就等於 LNA 減LN B 然後其他的換底 都是一樣的 它全部都可以Api 這一條定律的 那 只不過呢 換底的話呢 例如 LNx 那 它其實呢 都是說過 它這塊東西就是等於 LogE仔底x 嘛 那所以真的要換底的話 我們可以換做 就 那 Log 先拿上面這個 X Over 下面這個 LogE 那 至於換底 換什麼底呢 就可以大家定斷了 那我們 現在就丟掉一個新的底 下去了 那 就是這樣玩法了 那這個呢 就是今次新講 這個東西 LogE仔底 就是叫做LN OK